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8月2日 车子深入商谈谷距离拿转会 据天空体育透露 车路市就5000万英镑引进马克股距离拿与白里顿进行深入谈判 媒体指出 曼城3000万英镑报价马克股距离拿 但被白里顿拒绝 而球员已经正式递交转会申请 车路市也对这位24岁的西班牙左后卫感兴趣 他们准备为其支付5000万英镑的转会费 正与白里顿深入商谈这笔转会 马克股距离拿去年夏天从加泰加盟白里顿 上赛季出场39次 贡献一球和二次助攻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hari monk